哈 缺肉呗 缺肉 光冲一刀线 光冲一刀线 那不便宜啊 我刚以为缺肉了 这啥时候 冲针 冲针吧 这就没别的时候了 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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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斯 可以给你剪掉 那就行 来家三万二来的 嗯 你不给他自己设的是 你跟我说的就是 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不错 你看吧 巴特在这 冲针吗 看又巴特了 巴特了同款 你看这不是冲针吗 是是是是 这就是冲针 这就是冲针 这个顺制不搭边 我跟你说我看了三天时间 都用到他去看下 这根这根 孤日吗你看 他不走他就给我 啊他也是来 我给我找了两万九了 他他不给 两万 叫我我能给2.5 是吗 我就是2.5 我给他两万几个东西 我给他两万几个东西 我给他两万打电话 我就拿了 我就拿了 行 好东西 这决的绝对好东西 冲针呢 冲针呢 冲针的东西 对这网站放着就可以了 你这分水 我操 这就是遮疗 我在那哪儿建个龙片的 可没必要 万里 家庆的龙 我想买那个 当时错过了 冲针 少个盖子 博物馆同款 巴特勒 巴特勒同款 这个真的值得高兽 实话 就这两条线嘛 也好处理 这今夕路有多少开卖是出的 嗯 所以 所以同志们在开卖上一定要 啊 巴特勒的同款 是 这个书啊 嗯 得以悦动呢 嗯 这牛逼牛逼 他这发展的那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 崇征的胎 你看崇征其实胎也白 也细腻 但是没有汤心压那么紧 对 但是糯 但是糯 比顺治感觉还要好 牛逼一点 好东西 学习吧 嗯 东西 我蛮喜欢的 歌又 花青花 画的还挺雅 这能少不 能能能能 刀一刀一口大的吗 哎呀 可以了 我我给你出个价吧 真的 4000 4000买回去修 可能不行吧 大青都亡了太后 对啊 甜一点了 你都加到那么多 对不对 随便整几个这个储修工啊 啊 大雅筋啊 我们都够吃够喝 可以吧 便宜点 真便宜 真买 真便宜 我给你带给一口5000 我直接拿走 5000我直接拿走 这好呀 咋了吗 这好了残了吗 6000最低 最低这钱已经不买了 5000我能拿 5000我 可以 这口气修好的很 就是要修 中期 乾隆到不了 乾隆往费 嗯 5000 可以了咱 熟人你看我 就上面做的七八千 你不要七八千 我知道吗 我知道 五千 不说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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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5000可以了 500050006000 给我1000块 你不要让我修了去 他他不是这个确实是开边结实 这个还好是啊 口言就是磕了缺了 再要是那的话 我都接受不了 各位我最团的就是那种出 可以了 50005000 不行 哎可以了 真是大哥 都找到了一条线 你还 你都不给人少我去了 那真是线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那个来不了 你 我还不知道你的呀 哎 残的残的 5000我就给你转了 让我捡你的漏吧 抽你个球 五千 六千 五千 五千五千 哎呀 咱俩这一千块钱 哥你要啥的吗 你看 你那狮子罐你都不卖我 我就挣几百块钱 哪挣几百块钱 我都不信 我很确定这你三千五百 不行 哈哈哈哈 你还捐这个屁 哈哈哈哈 你再用男的吧 在在退后给你 都胡舍你 你到底咱都胡说呢 大扯的王 大扯的王 你 大扯的王 谢谢 可以可以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别人都是七千 一分不少 一分 那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说七千 他们都不出价的人 出不上价的人 对 我能出上价 我能我能 我能 我能拿到一千 我跟你说四千 我都觉得 都是小刀 拉屁股了 看一眼 五千 我去给你修 五千 咱俩一修 不用你修 我修 我找楼上小姑娘 她冻蜜月去 哈哈 她跟她老公冻蜜月去 六千 五千 哎呀 不是 东西 赔谁 赔老五千 咱就别来来回回了吧 你看咱 你也不差这一千 我差 妈呀我就挣了几百块钱 我还不差 你意思让我 让我 就毛不挣 是 哈哈哈哈 你这话还算得治疗了 那 那你想说拿着铜龙 一千铜龙 灯来的 下次拿着劲 直错行 我这次拿着高出来 这个画的画的我很喜欢 咱也不来回的 五千 快了吧 你真的有一道花花 六千 六千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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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敢 生人都是七千 我堆了一下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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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惯 那不惯 这是个好东西 非常好 硬硬 五千八把我刚三百块钱 减肉的盘子 顶了账 那拿回去跟大家聊吧 那我们就把这东西拿回来了 跟大家可以聊一下 这东西 这东西为什么在他那会买 最后硬燃 燃到了 五千我不给啊 所以我必须五千八把我捡到 那个盘子搭上给他的 他其实就是想到六千 但是为什么会买 这东西非常的好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观音瓶 不是罗汉瓶 是个观音瓶 虽然残的 它是个观音瓶 割幼的 这玩意标准是个乾隆的 我跟你说 青中西那是为了杀人家 其实这标准是个乾隆 咱们看一下他这个胎 典型的乾隆时期的这种秀足 以及乾隆时期 这种颜色的割幼的这个质感 然后我们知道啊 割幼这个东西 什么样的割幼之前 大气小开片 小气大开片 大家看这是一个观音瓶 比如这么大 它开的是这种鱼子纹的小片 再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 怎么讲 看似五千八 但是这东西我要 要我看 我要能看到两万以上的 可能两万以上我都不会粗的 就会我自留的东西 别看他惨了 他非常的少见啊 割有这么大的利件的观音瓶 这是传世的 这不是外销那种东西啊 传世的 非常的少见 再一个我们看他这个画片 很漂亮 画的非常的好啊 我在山西的时候 我见过一个 类似的全美品的一个 这种观音瓶 但是它上面呢 不是画的这种花 它是画了一个那个山水图 然后呢 有一排字 我当时问 人家不上拍照 当时我问价格三十万 三十万 人家说那就是观摇 我当时没法跟人去说啥 因为那个价格 我还价都没用 但是呢 我记住那个东西够好 大家看这个东西 其实它画的非常的好 画的非常的这种 很文气的感觉 有点观气啊 咱们不敢说它是观摇 但是这东西很文气 路份非常的高 这东西我看的价值极高的 极高的 所以说它最后弄到五千八 我觉得都是减大了 这东西我看的价值极高 没有什么可多讲的 这种东西就是少见 非常的少见 一个各有青花的一个观音瓶 这才是观音瓶的气氧啊 虽然它残了 大家看 这才是观音瓶 很那不是罗汉瓶啊 罗汉瓶是那种口会大一点 肚子会稍微往下坐一点 这是标准观音瓶 一个各有青花 所以今天虽然花了五千八 但是我依旧认为减大了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 我能看到两万以上 甚至更高 我可以都不想出 不知道为啥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好吧 我是爱受伤的天然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